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了 斐利门书剪影的单元 我们今天是来到了 这个单元最后的一讲 我们总共是八讲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它结束了 我们一共用八次 包括今天这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斐利门书 一些很重要的教训 我们常常读这一卷书 但是我们好像不大明白这一卷书 其实这一卷书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我们就像上一次一样 我们一节一节来看他 我们上一次已经从第一节读到了第十四节 那么现在还剩下几节呢 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 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五节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在这里保罗提醒斐利门 不错 阿尼西姆曾经离开了斐利门 而且是很不愉快的离开的 甚至于可能是带着主人的财物走的 所以对斐利门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伤害 但是保罗是提醒 提醒斐利门 就是神做的没有错 表面上他暂时离开你 结果没有想到呢 神是要你永远的得着他 在人的感觉里面 就是一个主人需要用各种方法 能够让这个奴隶不离开他 或者用好的方法 恩待他 或者用什么方法 叫他不离开他 但是呢 人的道路永远赶不上神的道路 所以呢 回想以往 当然有一件事情 叫斐利门心中总是不快乐的 总是斐利门心中的痛 就是说当时怎么样 阿尼西姆不能这样的对不起他 怎么样他不能够叫他 不能这样亏欠他 所以也许这件事叫他耿耿于怀 一直叫他过不去的 所以保罗懂得 保罗试着要解开他心中的结 所以他说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 所以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他离开了 没有想到他遇见保罗了 因为如果他仍旧在 如果他仍旧在这个哥罗西的话 也许他没有机会听见福音 也许他不可能成为保罗的心上人 不可能成为他困锁中所生的儿子 你看能听见保罗传福音 恐怕是很幸福的 现在他有幸能够亲耳听见保罗 对他传福音 而且他蒙恩得救了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阿尼西姆要蒙恩得救 他需要走很长的路 他不是在这个斐利门家里 他就得救 他需要到很远的罗马 再从罗马再回到他的家乡 回到原点 他为主要听保罗传福音 他需要走那么远路 当初他不是要听保罗传福音 他要的是自由 他没有想到神是把最好的给他 让他遇见了福音 让他从此以后一生就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告诉菲利门说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叫你永远得救他 所以现在就看 既然主已经把阿尼西姆带回你的身边 那你要不要永远地得救他 永远地得救他 就是说 这个奴隶是永远不会离开的了 所以我们知道 有一个东西在这个奴隶的里面 有一个基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 所以呢 这个人不会离开 这个人不会离开 因为主不要他离开 不是因为菲利门能做什么 叫他可以不离开 那不止如此 你永远得救他 不是得救一个奴隶 你永远得救什么呢 下面说不再是奴仆 你再得救他的时候 已经不再得救一个奴仆了 乃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兄弟 不错 他仍旧还会服侍 就好像其他奴隶做一些事情 但是不同了 现在他做奴隶 就从前做奴隶 主人在身边 在身旁他做 他完全在主人面前做 主人不在 他也就不做 就懒惰了 但是现在呢 他不管怎么样 天上的主人都看着他 所以他侍奉菲利门 就好像侍奉主一样 菲利门在 他侍奉 菲利门不在 他也侍奉 那让我们记得 你在天下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奴隶 不可能的 所以呢 我们知道 这个本来呢 是与你没有一处 但如今呢 与你都有一处 现在你不知道 回来的阿内西姆 是什么样的阿内西姆 不错 你是失去了一个奴隶 但你所失去的是那个救人 救人 从前 你没有得救以前的 那个罪人 阿内西姆 那是你 但是你现在所得着的呢 乃是永远的 里面乃是 满有基督生命的 所以呢 他和你同样的一个生命 所以是亲爱的兄弟 那这句话很重要 意思是说 在菲利门的感觉里面 他不再是奴隶 那是亲爱的兄弟 那让我们记得 如果我们真认识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大家彼此做肢体 那么让我们记得 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讲 都是亲爱的兄弟 他说在我实在是如此 保罗说 他就是我亲爱的兄弟 现在问题何况在你呢 意思是 如果对我来说 他是亲爱的兄弟 何况在你更是如此 他到底在你家里待过 他到底做过你的奴隶 他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他不管怎么样 应该对你来讲 是更亲爱的兄弟 然后下面保罗怎么说 他说 这也不拘 是按肉体说 是按主说 然后第十七节 你若以为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现在呢 保罗就向他求情了 保罗很明显的明讲 他讲了这么多的话 就是要 就是要斐利门接纳他 他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如果你以我做同伴 你就以他做同伴 你如果收纳他 就好像收纳我一样 如果你看得起我 如果你觉得你能收纳我 你就能收纳他 因为什么呢 他是我的心上人 所以这个时候 保罗把他自己放在 和阿尼西姆 同样一只鞋的里面 和阿尼西姆 同样一个命运 同样一个明天 同样一个遭遇 阿尼西姆如何 他就如何 你若是以我为同伴 你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于我一样 你既然收纳我 你就一定收纳他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很重要的解释就是 什么叫弟兄相爱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认识基督的身体 认识基督身体 就是像阿尼西姆 这样很难接纳的人 现在我们能够接纳 原因在哪里 因为神已经生了他了 因为他是亲爱的兄弟 所以我们要知道 今天我们接纳我们的弟兄 今天我们互相做肢体 因为神已经生了他 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姑且说句反话 千错万错 我父亲生了他 他在家里是我的弟兄 在马路上做乞丐 还是我的弟兄 他的看法和我一样是弟兄 他看法和我不一样也是弟兄 他做奴隶是我的弟兄 他是富有的财主 他还是我的弟兄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 意思就是说 我所以接纳他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生命 其实老实讲 本来斐利门也是不信主的 根本不认识保罗的 但是为什么他接纳保罗呢 因为他和保罗有同样的生命 保罗生了 基督生了保罗 基督也生了斐利门 所以神生了保罗 神也生了斐利门 所以他们彼此是弟兄 所以他们当然在一个基督身体里面 所以很简单 让我们记得 保罗怎么 我们怎么知道 他是个认识 教会是基督身体呢 在这里没有很大的 高原大致 没有以夫叔叔所说的话 但是有一个具体的行动 那个行动是什么 凡是基督所接纳的 我们都接纳 凡是神所生的 你非接纳不可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原则 你拒绝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 你就拒绝了所有的肢体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你 因为保罗说 你 你收纳他 像收纳我一样 我的遭遇和他的遭遇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 今天我们在基督身体里不可能有拣选的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 只要是主所生他 他就是我的弟兄 虽然他是阿尼西姆 他不是保罗 人很容易接纳保罗 人很不容易接纳阿尼西姆 但是我们知道 在神的感觉里面 阿尼西姆和保罗是一般高 是排排坐的 是一样的 谁接纳保罗就接纳阿尼西姆 谁接纳阿尼西姆就接纳保罗 所以简单的来说 在教会里面 你看见我们应当彼此接纳 凡是基督所接纳的 我们非接纳不可 虽然有的人不可爱 虽然有的人看法和我们不一样 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 只接纳那些 收纳那些和我们看法一样 和我们地位一样 如果讲地位的话 阿尼西姆不配 阿尼西姆没有站在那个地位上 他不过是奴隶的地位 但是问题就是 当他相信主耶稣的时候 基督生命进到他里面 神已经生了他 所以现在弟兄姊妹 你看见非接纳他不可 非收纳他不可 原因就是我们要问 基督有没有收纳他 如果这个人是基督收纳的 我们就非收纳不可 这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 在巴西的时候 我听说一个故事 非常有趣的 那有一次呢 有一个 有一次呢 有一个长老会的弟兄 就到了这个进行会那里去讲道了 你看如果一个长老会的人 能到进行会去讲道 那就证明他们对于这个弟兄的道没有问题 他们能够接受他 虽然大家的背景不一样 所以呢 他就请他了 但是很有趣就是说 在那一次请他讲道那天 刚好他们领圣餐 有剥饼聚会 但是呢 很有趣就是说 他们可以接受 可以请一个长老会的传道人 在他们那里讲道 讲得道他们都接受 没有问题 否则你怎么请他讲道呢 但是等到剥饼的时候 他们就不请他剥饼了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很奇怪 如果他能够讲道 他一定是弟兄 如果是弟兄的话 你一定能够接纳他 能够在一起剥饼的 因为我们虽多人就是一个饼 所以有很多人就很纳闷 就问这些进行会的人说 为什么你们不接纳他呢 既然你请他讲道 他应该是弟兄才对 他应该是兄弟才对 那结果你知道 这个这一班弟兄们怎么说呢 他说兄弟是兄弟 但是我们是表兄弟 我们这个当然是笑话 我们知道凡是神所生的 都是兄弟 没有表兄弟 问题就是主有没有接纳他 如果主收纳他 如果这个桌子是主的桌子 我们不过是 这个桌子是主 是主邀请这些人来到他桌子跟前 我们最多是做招待的 问题就是主人有没有请他 请天有没有他 如果基督已经悦纳他了 基督已经收纳他了 我们怎么能够不收纳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所以保罗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所以你看保罗在那里苦苦的哀求 苦苦的求情 就是要保罗能够约纳他 把斐利门能够收纳阿尼西姆 所以这个信是在你读的时候 你实在在觉得充满了爱 这也给我们看见 一个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人 他说的他的表现 应该是怎样的表现 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碰到一班基督徒 那么我知道在那个聚会里面 他们有两班的基督徒 有一班基督徒是主张 要可以喝茶的 基督徒不可以喝茶 还有一班人觉得基督徒不可以喝咖啡 那么他们两个大人就争起来了 那争起来 那么刚好我和他们都坐在一起 然后他们那个主人就问我说 你到底要喝咖啡呢 还是要喝茶 那我想现在很难回答 我如果我说是喝茶 我要得罪那些喝咖啡的人 说喝咖啡要得罪那些喝茶的人 那我们今天的见证 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我们不是为咖啡和茶来做见证 但是基督徒就是有不同 你就是有不同的见证 就是爱那些和你见证一样的弟兄姊妹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的感觉很痛苦 我觉得我不要分 因为我们都是主所爱的 我们乃是做同样一个见证 我们不是为咖啡或者为茶来做见证 所以后来他们再问我说 你到底要喝咖啡呢 还是要喝茶呢 我的回答说 那这样你们给我一杯牛奶就好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就是在教会 在教会里面 你看见说我们互相做肢体 一个真正学了功课 一个真正他的手被我们的主监禁 经过十字架雕刻的人 你看见他的心就像基督的心那么大 所以让我们记得 今天的一个地方的教会 所有神的儿女 在那个地方的都是你的弟兄 都是你的姊妹 千错万错神生了他 他的看法和你一样是弟兄 他看法和你不一样 也是你的弟兄 他甚至于看见你没有看见 他甚至于可能见解上 各方面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到底我们有没有活出教会的实际来 到底我们认不认识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么就根据我们能不能手拿他 所以我们知道说 阿尼西姆保罗已经手拿他了 阿尼西姆保罗说 这是我的心上人 那现在我们要问 菲利蒙能不能说 他也是我的心上人 那当然咯 就个历史来讲 我想那次阿尼西姆逃走 滴滴去去可能是亏负了菲利蒙 所以十八节他这么说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 他说呢 如果他亏欠什么 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 不错 你不要再记挂那些事 都挂在我的账上 然后他下面说了几个 他下面写了四个字 我必偿还 然后下面说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写信 因为他眼睛不大好 很可能有白内障 所以呢 他都不是自己写信 都是别人代笔的 不过到了重要的关口 保罗常常写几个很重要关键的字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保罗怕菲利蒙不放心 以为说这个信反正别人代写的 所以这句话可能不算数 但是不 他说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前面到底是保罗写 我们不知道 起码我必偿还 这几个字是保罗亲笔写的 意思就是说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你不 我不必 不我必 我并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所以 现在你看 保罗乃是 乃是这个 乃是这个提醒 这个 乃是提醒 这个保罗乃是提醒 匪利蒙 连匪利蒙呢 也是亏欠保罗的 但是我们知道保罗 为了爱阿尼西姆的缘故 凡是 阿尼西姆亏欠的 那我相信啊 那笔款子不是很少的款子 否则的话 那个匪利蒙不会难过的 那个损失一定是个 很大的一笔的损失 而且 尤其你拿了主人东西之后 那么一定是要 以后你一生能够靠着 那个来养生的 所以我们相信 这一次的亏欠 不是普通的亏欠 这次亏欠 一定是很大的亏欠 所以呢 才如果是一点点几毛钱 我想保罗不需要是这样做 一定是损失很严重的 所以保罗怎么说 凡是他所亏欠你的 都归在我的掌上 我一定要归还 所以你看见吗 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别的爱 所以在这里 我们所认识的保罗 那是有了年纪的保罗 也是为了基督被求 他完全失去他的自由 他凭着他自己 为什么要替 要替阿尼西姆付这个账 只要你能够挽回他 只要你能够接纳他 凡是他所亏欠你的 我全部都还给你 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 你看见保罗 怎样的为阿尼西姆求情 所以当我们读这封书信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受感动 你看见这里的保罗 的的确确是充满爱 他不光是爱在他的舌头上 爱在他的行为上 我们说过他能说 我必偿还 现在你看见吗 现在的损失是谁的损失呢 是保罗的财务上的损失 现在轮到他了 斐利门也许什么都拿到了 因为保罗负责偿还的嘛 但是为了一个弟兄 他宁可 他宁愿这样做 所以你看这里充满了爱 所以让我们记得 教会不是家庭 教会不是法庭 教会那是充满爱的地方 所以第二十节 他又说兄弟啊 他前面第七节说兄弟啊 现在又说兄弟啊 望你使我在主里 因你的快乐 这是他的盼望 这里的快乐在原文是一处 那么很有意思 阿尼西姆啊 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处 所以得着阿尼西姆 就得着一处 所以这句话可以说是双关语 兄弟啊 望你使我在主里 因你的快乐 你只要能够接纳 你只要能够收纳 阿尼西姆 那么我就快乐 我就得到好处了 我就得到阿尼西姆了 所以你看见 不知不觉的 他还是希望 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 阿尼西姆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那阿尼西姆能够回到保罗的身边 没有别的 只有阿尼西姆得到释放才有可能的 那所以呢 你看见吗 当他在那里求情的时候 他所要的 希望圣灵能在斐利门身上 能做最高的工作 当然起码的工作可以做 但是保罗所满意的 不是最高 不是起码的 乃是最高 乃是最高的 所以呢 下面他怎么说呢 所以下面他就说 他说第二十一节 他说我写信给 然后对 下面怎么说 并望你因 并望你使我的心 在基督里得到畅快 那么很有意思 第七节说兄弟呀 然后下面什么 因为众圣徒的心 从你得了畅快 这众圣徒的 所以兄弟 现在他又呼吁 他说兄弟呀 使望你使我的心 在基督里得到畅快 你看稀奇不稀奇 这个是保罗写的 然后二十一节 他说我写信给你 深信你必顺服 因为他认识 在斐利门里面圣灵 他认识 因为保罗认识圣灵的工作 他说我深信你必顺服 知道你所要行的 比过于我所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很简单 只是收纳 你你你你收纳 我就像你收纳 就就我 你收纳 阿尼西姆 就像收纳我 那这是保罗所说的 所以呢 如果保罗顺服的话 如果 呃 斐利门顺服的话 就照着保罗所说 就好了 我想他应该 保罗很高兴 斐利门也很满足了 但是不 爱心所能做的是 永远超过顺服 全病所能做的 所以他说我写信给你 那这个信是凭着爱心求你的 所以深信你必顺服 知道你所要行的 必过于我所说的 换一句话说 不光是接纳他 甚至有一天 圣灵能够在斐利门上 做到一个地步 他能够释放他 那果然在教会历史里面 我们读到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阿尼西姆 他果然做了教会中的建筑 那如果这是同样的 阿尼西姆的话 那就证明说 果然你看见说 这个保罗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终于达到了 然后此外 二十二节 你还给我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 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所以可见呢 这个斐利门书 大概是保罗住坐监 两年快完的时候 因为他想到 他自己可能要得到释放了 所以要斐利门为他预备住 他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 他当然希望去哥罗西 他说盼望借着你们祷告 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然后下面就说 为基督耶稣与同坐监的 以巴弗问你安 与我同工的马可 亚历达古 迪玛 路加也都问你们安 然后最后一句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在你的心里阿门 那个肠子旁边是点点点 我们知道说 斐利门所以能做这件事情 因为主耶稣的恩典 在斐利门的心里 只要基督在住在他的心中 只要恩典在他里面 你看见这些都能够做到的 律法做不到 律法的要求 只有恩典 能够完全的供应 才能完全的达到 所以这就是整本的 斐利门书 但是弟兄姊妹 当你读斐利门书的时候 你不会 你会不会感觉 现在的保罗成熟到一个地步 叫你想起主来 这里有一个人呢 几乎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我们怎么知道呢 尤其当你读到第十七节 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 让我们记得 保罗所做的 叫我们想起一件事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吗 我们哪一个人不是阿尼西姆呢 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前 不像陶奴一样呢 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怎么说呢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可见呢 保罗在这里所表现的 就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原来我们都是阿尼西姆 原来我们的主耶稣 就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向父神求情 他怎么求情呢 他怎么说 他说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们当然欠神了 我们这些罪人 当然欠神 许许这个账永远还不清楚的 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是怎么说 他说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 这不是十字架上的故事吗 然后主耶稣用他的血 写了四个大字 我必偿还 所以感谢主 现在你看见说保罗这样的做 不光叫我们看见保罗 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 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所以很明显的 保罗果然磨成了圣儿子的形象 基督如何 在十字架上怎样为我们求情 保罗也怎样为阿尼西姆求情 但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都是阿尼西姆 若不是我们的主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求情 我们今天的罪债 就不可能偿还了 但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偿还了一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感谢主 我们就是阿尼西姆 所以斐利门书 就是我们的书 就是我们的自传 就是我们的故事 好我想我们关于斐利门书的八讲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带领你前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